大家好 欢迎来到自负通的市场热点 接下来我们将会请来股市评论专家 和我们谈谈环球的投资机遇 以及分析市场趋势 欢迎你Eric 大家好 今年受疫情影响下 全球的经济前景都不明朗和大受打击 但有哪个股票市场表现属于比较硬 其实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回顾 今年疫情下港股和美股的跌幅都非常大 如果看港股方面 恒指暂时来说1月20日是今年的最高位 当时来说是29,174点 低位来说3月19日是21,139点 高低位来说是8030点 如果看美股方面 道指和纳指的表现亦差不多 如果道指来说暂时是29,406点 暂时是最低位3月23日是18,513点 高低波幅甚至可以高到11,193点 科技类指数来说变化相对上也非常大 高位来说9,838点 低位6,631点 如果看高低波幅来说是3,277点 所以无论传统股和科技股来说 变幅都可以是很大 但是科技股又会不会表现相对比较好一点呢 其实没错 如果看科技类股份 如果我们看香港方面 其实恒指服务公司也有一些参考指标 我们看到如果是香港来说 我们有一个叫恒生互联网科技业指数 如果看回由年头到今天来说 其实暂时升4.3% 而恒生医疗保健指数是升16.6% 如果看起来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指数来说 其实年头到现在暂时表现下是升17.7% 比起传统股份来说它们是绝对领先 如果传统股份的表现是怎样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看回恒生消费制造及核武股指数来说 年头到现在是跌7.8% 如果看起来中国H股金融行业指数 是跌10.5% 如果再看前大家炒的那些有这类型的股份 甚至跌幅是可以跌到29% 所以在我们看到传统股和科技类指数来看 似乎科技和一些生物制约的反法来说 表现是大幅跑赢了一些传统股份 Eric 疫情过后 其实是否大家都还可以继续关注科技股 我觉得近期的资金流来说 资金似乎都是继续跑赢了科技类股份 我想大家都相信疫情之后 这类型的股份方面会是大幅跑赢 甚至乎盈利的能力来说 都是远较一些传统股位高 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在下半年的时间 都仍然可以以一些科技类股份 或者生物科技的股份为主作为一个投资 不过大家都要留意 任何的投资都是涉及风险自己要衡量 你现在在看智库财经的YouTube频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 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最新的讯息和最新的视频 大家就会看到的了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记住都要支持一下